谢谢各位,那我们泌尿科在处理肾脏结石的部分 基本上以前比较大颗的石头几乎都要挖洞 都要开一个档伤口进去里面处理石头 那大概在台湾的五六年前就开始有没有伤口的方式 从尿到内饰进去,进到肾脏里面把石头处理掉 那这种方式针对大小颗的石头没有问题 小颗我们直接处理,打碎,直接夹出来 可是如果是说大颗怎么办 大颗我们一颗一颗这样夹,要夹很久 而且有些石头变成粉碎的,没有办法夹 我们都是请病人术后多喝水,在自己排 那排要排多久呢? 有的人排两个礼拜就排干净 有时候要排三个月才排干净 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是针对有一种比较厉害的一个武器 就是一个导管鞘 那它这导管鞘是可以转弯的这一种 那这种转弯的导管鞘 我们就可以一样伸到肾脏的里面 把那些打碎的石头全部都把它吸出来 那这种导管鞘其实也不是现在才发明 只是以前的导管鞘 就是它是不能转弯的 上面不能转弯 就没有办法进到肾脏里面 没有办法进到肾脏里面 就没有办法把那些石头都吸出来 那这个东西大概推出了一年左右吧 那所以我们这样做起来 不少的病人成果都蛮好的 那术后就可以当下把石头全部都吸干净 那我们最常在手术完就跟病人解释的 解释病情的时候 那都是跟他说 我们的石头已经打干净了 已经打碎了 打成粉碎了 那可是病人会问 那我的石头有拿干净了吗 那在以往我们把石头都打碎 留在肾脏里面的时候 都会跟他说后续还要再自己再排掉 那不过有了这个东西了以后 我现在就会跟病人说有 我们术后就把它拿干净了 谢谢 那手术好前一以后 需要注意什么吗 当然我们做这种手术后 原则上是没有伤口 所以没有伤口 我们的术后的恢复是非常快的 手术当天就可以下来走路 隔天甚至就可以出院了 那只是我们术后 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多喝水的一个习惯 因为我们平常那些水分 如果你喝不够 或者是夏天尤其是夏天要开始了 你的汗流很多 那时候身体在里面的水分不够 就有可能会再长新的一个结石 结石并不是这次处理完就一老永逸 有人说以日结石终身结石 所以这个部分后续大家可能要定期回来追踪 平常有一大堆东西要注意 什么饮食 生活习惯 但是我们能做得到的 大概就是多喝水 包含汤 茶 咖啡 饮料 全部通通都算 一天至少要2000cc以上 但这只要避开有一些什么心脏功能不好 肾脏功能不好的病人 这是另外谈 正常人大概一天2000cc以上 好谢谢哦 谢谢 谢谢